对流雨和封面雨的区别 对流雨和封面雨的区别有 一、形成不同 对流雨的形成是当空气强烈受热时 湿热空气膨胀上升 空气中的水气冷却凝结形成的降雨 就叫对流雨 赤道地区全年以对流雨为主 我国对流雨多见于夏季的午后 封面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气流相遇 它们中间的交界面叫封面 在封面上 暖湿较轻的空气被抬升到冷干较重的空气上面去 在抬升的过程当中 空气中的水气冷却凝结 形成的降雨就叫封面雨 二、出现地方不同 对流雨在中国没有典型 长江流雨的盛夏也有 封面雨在中国是最为常见的 如长江流雨的梅雨是最出名的 上海、南京都有梅雨 好多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